炒包菜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好看好吃 而且非常的下饭 把包菜用手撕成小朵 然后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炒包菜之前用食盐给它腌制一下 腌出包菜中的一部分水分 这样包菜吃起来会更加的脆嫩可口 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能给个小红鲜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装拌均匀之后 把冰箱放包菜里腌制十分钟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好了 包菜已经腌好了 加入清水 洗去多余的盐分 然后用力把水分攥干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起锅烧油放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这样吃起来更香 而且还不腻 放入姜蒜和干辣椒炒香 再放入包菜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爆炒酱 用它做爆炒猪肝 爆炒牛肉 辣椒炒肉 回锅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然后大火翻炒 放匀炒熟即可出锅装盘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包菜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瞎饭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